骆驼翔子第九章 翔子几乎没有力量迈出大门槛去 昏头打脑的 脚还在门槛内 借着街上的灯光 已看见了刘姑娘 她的脸上大概又擦了粉 被灯光照得显出点灰绿色 像黑枯了的树叶上挂着层霜 翔子不敢正眼看她 虎妞脸上的神情很复杂 眼中带出些渴望看到她的光耳 嘴可是张着点 露出点冷笑 鼻子纵起些纹履 折叠着些不屑于急切 眉冷冷着 在一脸的怪粉上显出妖魅而霸道 看见翔子出来 她的嘴唇撇了几撇 脸上的各种神情 一时找不到个适当的归属 她咽了口唾沫 把复杂的神迹与情感 似乎镇压下去 拿出点由刘四爷得来的外场劲 半恼半笑 假装不慎在乎的样子打了句哈哈 你可倒好 肉包子打狗 一去不回头啊 她的嗓门很高 和平日在车场与车夫们吵嘴时一样 说出这两句来 她脸上的笑意一点也没有了 忽然的仿佛感到一种羞愧与下见 她咬上了嘴唇 别嚷 翔子似乎把全身的力量都放在唇上 爆裂出这两个字 音很小 可是极有力 哼 我才怕呢 她恶意地笑了 可是不由她自己似的把声音稍放低了些 愿不得你躲着我呢 感情这儿有个小妖精似的小老妈 我早就知道你不是玩意 别看傻大黑粗的 达子拔烟袋 不傻假装傻 她的声音又高了起去 别嚷 翔子唯恐怕高妈在门里偷着听话 别嚷 这边来 她一边说一边往马路上走 上哪边我也不怕呀 我就是这么大嗓 嘴里反抗着 她可是跟了过来 过了马路 来到东边道上 贴着公园的红墙 翔子还没忘了在乡间的习惯蹲下了 你干嘛来了 我 哼 事可多了 她左手插在腰间 肚子弄出些来 低头看了她一眼 想了会儿 仿佛是发了些善心 可怜她了 翔子 我找你有事 要紧的是 这声低柔的翔子 把她的怒气打散了好些 她抬起头来 看着她 她还是没有什么可爱的地方 可是那声翔子在她心中还微微地响着 带着温柔亲切 似乎在哪儿曾经听见过 唤起些无可否认的 欲断难断的 勤奋 她还是低声的 但是温和了些 什么事 翔子 她往近凑了凑 我有了 有了什么 她一时猛住了 这个 她指了指肚子 你打主意吧 冷头磕脑的 她啊了一声 忽然全明白了 一万样她没想到过的事都奔了心中去 来的是这么多 这么急 这么乱 心中烦猛地成了块空白 像电影片忽然断了那样 街上非常的清静 天上有些灰云 遮住了月 地上时时有些小风 吹动着残枝枯叶 远处有几声尖锐的猫叫 翔子的心里油乱而空白 连这些声音也没听见 手托住塞下 呆呆地看着地 把地看得似乎要动 想不出什么 也不愿想什么 只觉得自己越来越小 可又不能完全缩入地中去 整个的生命似乎都立在这点难受上 别的 什么也没有 她这才觉出冷来 连嘴唇都微微地颤着 别紧自蹲着 说话呀 你起去 她似乎也觉出冷来 愿意活动几步 她僵不吃地立起来 随着她往北走 还是找不到话说 浑身都有些发木 像刚被冻醒了似的 你没主意呀 她撂了翔子一眼 眼中带出怜爱她的神气 她没话可说 赶到二十七呀 老头子的生日 你得来一趟 忙 年底下 翔子在极万的心中 还没忘了自己的事 我知道 你这小子吃硬不吃软 跟你说好的算百饶 她的嗓门又高起来 街上的冷静 使她的声音显着特别的清亮 使翔子特别的难堪 你当我怕谁是怎招 你打算怎样 你要是不愿意听我的 我正没工夫跟你吠唾沫完 说翻了的话 我会堵着你的宅门 骂三天三夜 你上哪儿我也找得着 我还是不论秧子 别嚷行不行 翔子躲开她一步 怕嚷啊 当初别贪便宜啊 你是了位了 教我一个人背黑锅 你也不挪开死叉叉皮 看看我是谁 你慢慢说 我听 翔子本来觉得很冷 被这一顿骂骂的忽然发了热 热气要顶开冻姜巴的皮肤 浑身有些发痒痒 头皮上特别的刺闹得慌 这不接听 甭找不自在 她撇开嘴 露出两个虎牙来 不屈心 我真疼你 你也别不知好歹 跟我犯牛脖子 没你的好 告诉你 不 翔子想说 不用打一巴掌揉三揉 可是没有想齐全 对北平的俏皮话 她知道不少 只是说不利落 别人说 她懂得 她自己说不上来 不什么 说你的 我给你个好主意 虎姑娘立住了 面对面地对她说 你看 你要是托个没人去说 老头子一定不答应 她是拴车的 你是拉车的 她不肯往下走亲戚 我不论 我喜欢你 喜欢就得了吗 管她娘的别的干什么 谁给我说没也不行 一去提亲 老头子就当是算计着她那几十辆车呢 比你高之一等的人物都不行 这个是非我自己办不可 我就挑上了你 咱们是先斩后奏 反正我已经有了 咱们俩谁也跑不了了 可是 咱们就这么直入公堂的去说 还是不行 老头子越老越糊涂 咱俩一路风生 他会去娶个小媳妇 把我应免出来 老头子棒枝呢 别看快七十岁了 真要娶个媳妇 多了不敢说 我敢保 还能弄出两三个小孩来 你爱信不信 走着说 翔子看站岗的巡警 已经往这边走了两趟 觉得不是劲儿 就在这儿说 谁管的了 他顺着翔子的眼光 也看见了那个巡警 你又没拉着车 怕他干吗 他还能无音白顾地 把谁的叉叉咬下来 那才透着邪行呢 咱们说咱们的 你看 我这么想 赶二十七老头子生日那天 你去给他磕三个头 等一转过年来 你再去拜个年 讨他个喜欢 我看他一喜欢 就弄点酒什么的 让他喝个痛快 看他喝到七八成了 就热耳打铁 你干脆任他做干爹 日后 我再慢慢地教他 知道我身子不方便了 他必审问我 我给他个 徐树入草营 一语不发 等他真急了的时候 我才说出个人来 就说是新晋死了的 那个乔二 咱们东边杠房的 二掌柜的 他无亲无故地 已经埋在了 东直门外溢地里 老头子有哪揪根去 老头子没了主意 咱们再慢慢地吹粪 顶好把我给了你 本来是干儿子 字儿女婿 反正差不很多 顺水推舟 省得大家出仇 你说我想得好不好 翔子没言语 觉得把话说到了一个段落 虎妞开始往北走 低着点头 既想欣赏着自己的那片话 又仿佛给翔子的机会 思索思索 这时 风把灰云吹裂开一块 露出月光 二人已来到街的北头 浴河的水酒已冻好 静静地 灰亮地 坦平地 坚固地 拖着那进城的城墙 进城那一点声响也没有 那玲珑的角楼 金碧的牌坊 丹珠的城门 锦山上的亭阁 都静悄悄地 好似听着一些 很难再听到的声音 小风吹过 似一种悲态 轻轻地在楼台电阁之间穿过 像要道出一点历史的消息 虎妞往西走 翔子跟到了金敖玉东 桥上几乎没有了行人 威名的月光 冷静地照着桥左右的 两大幅冰场 远处亭阁 暗淡地带着些黑影 静静地四洞在湖上 只有顶上的黄瓦 闪着点微光 树木微动 月色更显得微盲 白塔却高耸到云间 傻白傻白地 把一切都带得冷气消索 整个的三海 在人工的雕琢中 显出北地的黄寒 到了桥头上 两面冰上的冷气 使翔子哆嗦了一下 他不愿再走 平日 他拉着车过桥 把精神全放在脚下 唯恐出了错 一点也顾不得向左右看 现在 他可以自由地看一眼了 可是他心中觉得 这个景色有些可怕 那些灰冷的冰 微动的树影 惨白的高塔 都寂寞地似乎要忽然地狂喊一声 或狂走起来 就是脚下这座大白石桥 也显着异常的空气 特别的白净 连灯光都有点凄凉 他不愿再走 不愿再看 更不愿再陪着他 他真想一下子跳下去 头朝下 砸破了冰 沉下去 像个死鱼似的冻在冰里 明儿各见了 他忽然转身往回走 翔子 就那么办了 二十七见 他朝着翔子的 宽直的脊背说 说完 他撂了白塔一眼 叹了口气 向西走去 翔子连头也没回 像有鬼跟着似的 几处溜遍到了团城 走得太慌 几乎碰在了城墙上 一手扶住了墙 他不由得要哭出来 冷了会儿 桥上叫 翔子 翔子 这儿来 翔子 虎妞的声音 他急慢地向桥上挪了两步 虎妞仰着点声正往下走 嘴张着点 我说翔子 你这儿来 给你 他还没挪动几步 他已经到了身前 给你 你存的三十多块钱 有几毛钱的铃儿 我给你补足了一块 给你 不为别的 就为表表我的心 我惦念着你 疼你 护着你 别的都甭说 你别忘恩负义就得了 给你 好好拿着 丢了可别赖我 翔子把钱一袋钞票接过来 冷了会儿 找不到话说 得 咱们二十七件 不见不散 他笑了笑 便宜是你的 你自己细细地算算得了 他转身往回走 他攥着那袋票子 呆呆地看着他 一直到桥背把他的头遮下去 灰云又把月光掩住 灯更亮了 桥上分外的白 空 冷 他转身 放开步 往回走 疯了似的 走到了街门 心中还存着那个惨白冷落的桥影 仿佛只隔了一眨眼的功夫似的 到屋中 他先数了数那几张票子 数了两三遍 手心的汉把票子攥得发年 总数不利落 数完 放在了闷葫芦罐里 坐在床檐上 呆呆地看着这个瓦器 他打算什么也不去想 有钱便有办法 他很相信 这个铺满会替他解决一切 不必再想什么 玉和 锦山 白塔 大桥 虎妞 肚子 都是梦 梦醒了 铺满里却多了三十几块钱 真的 看够了 他把铺满藏好 打算睡大觉 天大的困难也能睡过去 明天再说 躺下 他闭不上眼 那些事就像一窝蜂似的 你出来 我进去 每个肚子肩上都有个刺 不愿意去想 也实在因为没法想 虎妞一把道都堵住 他没法脱逃 最好是跺脚一走 翔子不能走 就是让他去看守北海的白塔去 他也乐意 就是不能下乡 上别的城市 他想不出比北平再好的地方 他不能走 他愿死在这儿 既然不想走 别的就不用再费精神去思索了 虎妞说得出来 就行得出来 不依着他的道走 他真会老跟着他闹哄 只要他在北平 他就会找得着 跟他 得说真的 不必打算耍滑 把他着急了 他还会抬出刘四爷来 刘四爷要是买出一两个人 不用网多理说 在哪个僻静的地方 也能要翔子的命 把虎妞的话从头至尾想了一遍 他觉得像掉在个陷阱里 手脚而且全被夹子夹住 绝没法跑 他不能一个个地去批评他的主意 所以就找不出他的凤子来 他只感到他撒的是绝护网 连个寸大的小鱼也逃不出去 既不能一一地细想 他便把这一切做成个整个的 像千金闸那样的压迫 全压到他的头上来 在这个无可抵御的压迫下 他绝出一个车夫的终身的继韵 是包括在两个字里 倒霉 一个车夫 既是一个车夫 便什么也不要做 连娘们也不要去沾一年 一沾就会出天大的错 刘四爷仗着几十辆车 虎妞会仗着个臭 来欺武他 他不用细想什么了 假若打算认命 好吧 去磕头认干爹 而后等着取那个臭妖怪 不认命 就得破除命去 想到这儿 他把虎妞和虎妞的话 都放在一边去 不 这不是他的厉害 而是洋车夫的命当如此 就如同一条狗 必定挨打兽气 连小孩子 也会无缘无故地 打他两棍子 这样的一条命 要他干嘛呢 豁上就豁上吧 他不睡了 一脚踢开了被子 他坐了起来 他决定去打些酒 喝个大醉 什么叫事情 哪个叫规矩 你们的姥姥 喝醉 睡 二十七 二十八也不去磕头 看谁怎样得了翔子 披上大棉袄 端起那个当茶碗用的小饭碗 他跑出去 风更大了些 天上的灰云已经散开 月很小 散着寒光 翔子刚从热被窝里出来 不住地吸溜气 街上简直已没了行人 路旁还只有一两辆洋车 车夫的手捂在耳朵上 在车旁跺着脚取暖 翔子一气跑到南边的小铺 铺中未保存暖气 已经上了门 有个小窗洞收钱递货 翔子要了四两白杆 三个大子的落花生 平端着酒碗 不敢跑 而向教夫室的急走 回到屋中 急忙钻入被窝里去 上下牙科打了一阵 不愿再坐起来 酒在桌上发着辛辣的味儿 他不很爱闻 就是对那些花生 似乎也没心成驱动 这一阵寒气 仿佛是一盆冷水 把他浇醒 他的手揽得伸出来 他的心也不再那么热 躺了半天 他的眼在被子边上 又看了看桌上的酒碗 不 他不能为那点缠绕 而毁坏了自己 不能从此破了酒界 事情的确是不好办 但是总有个缝子使他钻过去 即使完全无可脱逃 他也不应当先自己往泥塘里滚 他得睁着眼 清清楚楚地看着 到底怎样被别人把他推下去 灭了灯 把头完全盖在被子里 他想就这么睡去 还是睡不着 掀开背看看 窗指被院中的月光映地发青 像天要亮的样子 鼻尖觉到屋中的寒冷 寒气中带着些酒味 他猛地坐起来 摸住酒碗 吞了一大口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树